开课申请 当你已经登入新北市医学员之后 你是学校的老师 那请在首页的部分 我们有一个开课申请 请你申请课程的时候 输入你的学校 还有课程名称 还有你的名字 方便学生去辨识 这门课是哪一个老师开做的 点下去 你就会看到开课申请的表单 那在课程的所有课程里面 也有这个表单 这边有一个开课申请 按钮在这里 所以有两个地方可以 让你有 开课申请的表单 第一个是在首页 进到我们的医学员里面 之后呢 在右边 这边 关于我们这边 有做一个连结 让你开课申请 当然你在课程里面 在 所有的课程里面 在课程里面 也会有一个开课申请 你按下去 这个时候 你可以填写 你要开课的 你可以这样填 学校 甚至可以把年度编上去 几年级 什么课程 然后使用者是谁 课程的简称 你就可以写简单一点 比方说 我只要留上 当然你也可以用英文字数字下 来做 区隔 那课程的类别就请你选 下 你是属于 我这边是板桥区文德国小 如果你该去还没有课程 你就先选区就好 那管理者会在合课程的时候 帮你监上 各校的课程 那我就选这一区 再要 就请稍微填一下 然后提 按下开课申请 那这样管理者就会收到 你的申请 会尽快帮你审核课程 审核完会发Mail通知你 好 这就开课申请